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我們油米整合行銷工作室的 楊麗玲、Amy串辦人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Amy 好的那相信很多人聽到油米整合行銷 一定要很快都會聯想到跟一般的行銷公司比較有一點相關 你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的服務項目或是名稱有來嗎? 好就如我們的公司的名字一樣 我們就是一間整合行銷工作室 那我們就是做各種關於整合行銷的事物 只是我們都會以跨文化為主 那這個跨文化的意思就是我們會希望是傳達兩種以上的文化 那這會跟我自己的背景比較有關係 那目前我們在台灣大概跨文化最多的就是異國文化 所以就是可能有南洋的文化、歐洲的文化等等的 就是這種跨文化的內容 可能是市集、可能是活動 可能是一些產品或者是一些影音拍攝等等 都是我們的文化內容之一 那那個時候就是你在創業的時候 做整合行銷這一套 為什麼會比較想要把定位定位在就是跨文化這個領域呢? 首先我一開始也不是 就是一開始也是包山包海什麼都做這樣子 那也是後面就是剛好有個契機 就是有新著名的社團找到我 那因為我過去曾經也在海外快17年 所以我就覺得的確就是說 好像這種不同的文化的視野 其實是很滋潤這一片土地的 那因為我以前在法國10年過 然後我們都知道法國文化這個精品的文化旅行的文化 他們老說文化是一門好生意嘛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台灣怎麼樣可以讓文化也變成是一門好生意 所以我們就投入了這件事情 那那時候你找的就是文化的生意 主要是以哪一個國家或是哪一個州為主呢? 我們主要的會是以在台灣的新住民的女性 他們的文化為主 因為我們希望他們像這樣的協會這樣的女性個人 他都是我們的共創夥伴 挖掘他們的故事 然後同時把他們的文化內容把它變成是產品 比如說可能課程、體驗、郵程 甚至是像這樣子的實體可以吃到的產品 那所以我們目前的話 因為台灣的新住民可能是第一名是中國 那有中國的這個嘛 然後再來是越南、泰國、印尼 還有菲律賓啊等等的 那我們服務的群體跟想要挖掘的共創夥伴 就是以在台灣的新住民跟新二代為主 理解 那應該是說你蠻明顯的定位 都是定位在新住民的或是異國的這樣的整合行銷 好那你在做這樣子的創業之前 應該是本身都一直是在這相關的事業在工作嗎 我過去的話我的工作經驗都是以品牌傳播 企業文化打造為主要核心 那我做過的產業就是也有半導地產業 然後也有時尚產業就是做鞋子的還有做衣服的都有 然後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覺得就是說 在國外的生活要結束呢 在台灣想要來創立自己的公司呢 首先應該是當時回到台灣之後是 創業一直都是從小以來的一個想要實現 自我價值實現的一個夢想 但是因為我家裡面沒有人創業 就是我自己的父母親他們就是一般上班主 那也相對比較保守 所以那時候會覺得這件事情不會離自己那麼近 所以那時候一直都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去做創辦人的助理 或者總經理助理更理解老闆在想什麼 去更好準備創業 那後來發現說好像外行人就是你沒有進入到創業這個門 你永遠看到的都是門道 也沒有辦法真正的去感受 那最後有一個契機就是先找到一個客人 那這個客人就等於說你找到你的裝腳基本卡 那這後面我的所有的接案子或什麼 我都以這個方向為主 就算我們發展新產品 你有沒有先有客人的概念 目標市場在哪裡 有目標市場我們才做 就是這樣子 那像我們現在在做這種多元文化的東西 我們的目標市場就是很明確就是 喜歡多元文化的個人 或者是支持這件事的企業 甚至是政府公部門等等的 那這都是我們的目標市場 那因為大家都希望台灣可以變更好 那台灣的文化多元是大家很希望的 所以其實 就是我們的客人就是支持這個理念的人 我覺得可以把台灣有點像小小的那種地球村的概念 就是你不一定要出國去 就才能感受到他們在地的文化 可能在台灣的一個小小的社區 他們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聚集部落 你可能到他們這裡的時候 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就是在地文化的感受 或是藉由產品 然後一些故事可以讓他們更加了解 在台灣都能夠感受到在地的文化那種感覺 對不對 對 是 那我相信你在推廣 想要推廣讓更多的人知道的時候 我先問這個好了 當初我想要創業的時候 曲名叫油米有什麼樣的由來嗎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的英文名字 是我媽媽曲的叫Amy 那中文就叫艾米 艾米就是很喜歡吃米 有很多米可以吃 那米在廣東化 因為過去我曾經在廣東生活快八年 米在台灣就是在廣東話的意思就是 豐盛跟你擁有基本的資源 那油米的意思就是錢 米也是錢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代表豐盛嘛 那所以也是希望說 我們做這個事業裡面 不僅是給自己豐盛 也給他人豐盛 甚至可以給土地豐盛 因為米是從土地上長出來的 確實 所以我覺得油米就是 就是不管是精神豐盛 然後或是財富豐盛 或者是在推廣的這件事情 案子的豐盛 什麼都豐盛的一個概念 是的 我們蠻有蠻有蠻有趣的品牌名稱 對那種廣東話 真的 這是油麻油麻 這樣 那也想問是說 在其實 我剛剛有問到的 推廣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一個品牌價值 跟故事和理念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挫折 是你印象中比較深刻 或是挑戰 有 第一個就是要怎麼把我們的故事內容 用很短的時間內講出來這件事情 就是這裡我們練習很久 我們最近練習得稍微比較好 因為很多人都不理解就是 為什麼會有一間新創公司 在做這樣子的創生 這麼公益島上的 很多人分不清楚我們跟協會 然後也很多人分不清楚說 為什麼你做這件事情 你要用一個公司的體系做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因為我們的服務對象 跟我們想要傳達的文化內容 它是南洋 那過去的多年以來呢 南洋的國家 特別在新南向之前 新南向後有好一點 那都是大家的 普遍台灣人的標籤都是比較落後 然後落後就是不文明嘛 不文明就是不值得學習 所以大家對於這件事情 文化變現跟文化想要更多的去同理 或者是理解這件事情 大家意願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教育市場 甚至是說我們 就是他想了解 他可能想要免費了解 免費載嘛 那我們是想要把這件事情 當成是可以是 可持續的收入的時候 可持續經營的時候 必須要有收入來源 所以怎麼去教育市場 讓市場願意買單 這也是我們在學習的一個挑戰 哇 確實 因為我覺得你們的後面品牌 在做的這件事情的意義跟價值 是蠻龐大的 對 因為他的這個影響 是觀念上面的一個改變 然後甚至可以透過一些故事 一些形象 讓他們可以就是更加的了解 或是說更加的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的植物 或者是說 對於可能之前 比較不可能對一些 不能講義工 比如說像印尼的外籍員工 或者是說 應該是老舊時代的那些 印象可以做一個改觀 對 我覺得真的是 你辛苦了 你的事業真的很偉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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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就是 要與姐妹一起 還有與這個社會一起 所以其實社會的進步 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力量 或一群人的力量 是要一整個社會 都有意願往前走 那我覺得台灣社會很棒 那就是有 像我們這樣子的人 也是因為社會有支持 我們才會一直投入 是 那你想問的就是說 我相信你一直在做 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也一定會有很多的 忠實的粉絲 或者是認同你的就是客戶 或甚至是姐妹 那他們有沒有給你 什麼樣的回饋 讓你覺得你很感動 就是現在一直在堅持 這件事情是對的 當然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協會的 這個組織的概念 我們是以一個 盈利的公司 行號 商業的這個組織的概念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 在賠利 或是在與姐妹一起共同創作 或是共同發想的過程 怎麼幫姐妹 把她原本的文化 她認為不值錢的東西 她認為自卑 或她沒有看到價值的東西 進而把它變成寶石 這件事情 是我自己覺得很觸動我的 然後因為第一個 這不僅是 讓這件事情 她可以為姐妹 創造更多元的收入以外 更重要的是 提升姐妹 對這塊土地上面 自己的自信 跟這塊土地 她突然覺得 原來這些人 是這麼的支持她 其實很多時候 是大家都很支持 只是不知道怎麼開門 那我覺得能夠做這個橋樑跟開門磚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真的很有意義耶 就有點像是 家鄉的一個菜跟料理 或許在家裡面只是一個 大家自己可以回憶家裡 或是長期在吃的小東西 可是在台灣其實 反而是可以被大家給接受 我覺得最棒的是 幫她創造了自我價值這一塊 是 比如說我舉例好了 一樣是一個體驗 那她可能是一個 泰式按摩的學習跟體驗好了 那我們就會先把姐妹的故事 比如說她從小成為一個照顧者 到台灣 她一直都做照顧者 之後我們就是教大家 怎麼用泰式的草藥球 然後來手作 結合姐妹的故事 那因為我們姐妹 那個姐妹可能是在做按摩 泰式按摩的 然後同時就是 也會帶到說 你要在這個當下 你不僅是照顧自己 你還會學會照顧他人 那你不僅是情緒上照顧自己 你可能也要情緒上 身體上照顧自己 所以她就不太像一個 泰式按摩的體驗課 only 她是你還會認識到這個 姐妹的故事跟她的文化 還有這個泰式按摩後面的一些文化故事 真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姐妹都是一顆寶石 是 我覺得最棒的是 有挖掘寶石的人 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這顆寶石 是 我們也希望可以 就是那個角色 有能力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你們也是啊 你們也是 是 那後來我相信你現在在做的這個故事 應該說這個事業是 還蠻有意義的 那也到現在也一直堅持下去 那有沒有一些短 中長期的規劃呢 我們會希望短期內有更多多元的年輕的夥伴 然後是新二代的夥伴 或支持我們理念的年輕夥伴加入 那當然我們的新住民的姐妹 更多樣性跟更多元這件事也是 那中期的話我們會希望 目前開始已經有一些上市櫃公司 他們可能在於企業的ESG report 或DI這一塊 我們也希望未來有更多不同創意合作的可能 那甚至不是只是提供傳統的共創 而是可能可以從更多方面去激發出一些火花 那比較長期三年之後的一個小目標就會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更好的主支體 然後可能是以一個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甚至可以邀請自同道合的理念的協會 或者是新住民姐妹成為我們的股東之一 那我覺得姐妹們一定會很開心 因為會感覺自己越來越有價值了 對其實真的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然後讓這件事情被更有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也被更多人看見 那首先做這些事情先影響自己 再影響身邊的人這樣子 是 那因為其實也看到你在這邊的投入 那你在這一段時間上面的去經營跟就是發展這樣的事業 那有沒有一些建議 以你的經驗可以給想要投入在異國文化的年輕人 一些建議的見解 我會覺得這個世界是真的非常非常大 然後因為過去多年來 我一直都是在全世界各地去看很多不同的事情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視野會影響到你的生命 所以如果在你還沒有辦法 馬上可以去一個國外實際的旅行的時候 其實在地裡面我們的不同國家的姐妹 不同國家的移工 甚至是那些東南亞商店 甚至是很多的東西 他就是可以突破你視野上的寬廣 那如果要變成是一個更寬廣的人 都很歡迎在台灣 找尋合適的組織跟團體 去打開你的 打開你的視野跟心房 你會發現 這世界還有你自己比想像中的還要大 是 所以應該也是是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先接觸了解 然後再去看看你們自己屬於自己的定位 然後再去發展對不對 是的 就是喜歡這件事情先投入 投入了之後就會長出自己投入那個樣子 然後但是要先投入 就是先開始動手 不能只是想而已 對 與其想不如之起而行 對 好的那今天就這樣 感謝我們的遊民者和喜銷公司的 楊麗玲Amy創辦人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謝謝 謝謝